八门跟九星,我都不管他旺摔了 八神也是一样 都不管他旺摔了 所以你就不用去管说,他到底是什么 什么月份旺,什么月份修求,什么 旺向怎么样,修求怎么样 光这个就不同版本了 所以这边很乱 而且他这边判断旺摔也不对 应该是照我这样子判断才对 然后嫁娶眼形 因小吏,小吏有的人写少吏,少吏,一样的意思 然后藏买修造义嫌空 藏买有人写埋藏,这差不多啦,修造义嫌空 这个嫌 这个嫌有人嫌,写成这个嫌,嫌弃的嫌 那这是不好的意思啦 虚得申门同秉矣 刚刚有讲过嘛 同之 他写同之 同之万事得昌隆 同之,有人写用之啦 这个不同意思啦,同之的话是指什么意思 同之应该是指刚刚那句话 就是说他跟申门还有丙乙同之,同在一宫 的时候 万事得昌隆 那用之 也可以讲 用之都已经,他已经知道说他跟 天鹏星已经跟这个 申门还有丙乙 在一起了 那用了之后 会 万事得昌隆 那有的写这个龙 这个基本上意思都差不多啦 那再来,我们看天鹏星 那天鹏星的话 就是幼壁嘛 天鹏星就是幼壁 那也有别派讲说他是巨门 不用管他啦 那天鹏星自止成 大凶之星 五行属土 因为他草字头嘛 草字头是凶的嘛 五行属土,因为他是个昆公嘛 昆为土嘛 那祖什么 崇尚道德 交捷四有 祖敬不利攻击 冒险 不利攻击,不利冒险 那以培养兵力 加强防御 训练士兵 教育思想 尊师亲友 研习 研习,研究学习 社交活动 协设组织 集会沟通 那不利用兵 下取 征送 宜席 修造 安葬 秋冬 吉利 春夏 凶 春夏 凶 其实他的 你看他的五行是什么 不好意思 他的五行是属土嘛 所以俗土的话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陈虚丑未旺 然后生有向 所以他说什么 秋冬吉利 不见得冬天有吉利 应该是秋天 生有月 还有陈虚丑未月 这个你应该会跟八门的那个 那个旺衰的求法是一样的 你可以自己去把它列出来 还是我念一下 天蓬的话就是 亥子越旺嘛 银毛越向 生毛越修 然后四五月是死 陈虚丑未月求嘛 那 天蓓的话就是 陈虚丑未旺 生有向 四五修 亥子越 亥子越是死 然后银毛月是求 好 好再来我们看他 看他的古约这边 他说 受到 交结 一类心 这个受 有人写成这个受 写成这个受 也可以是受到 这是 这是好像去那个什么 去学习 去传授 传授 这受到就是传授一些什么道理 好那交结有的写结交 这都一样的意思 是 然后行方有此最难名 这个有 有人写直 这一样的意思 然后出行用事宜先退 修造安魂花祸行 盗贼幽房金小口 好那这边 这边 这边 跟金 有人刚好把他颠倒 这边有人把他颠倒 就是变成说 盗贼金黄幽小口 应该是这样比较对 盗贼金黄幽小口 这样念起来比较顺 更以音是 横观辉 这个横观辉 横观辉有人写什么 有人写被关痴 这个称痴的痴 贪痴痴的痴 称啊 人家称 吃恩称 不是吃 被关称 这个称是什么意思 这称有那个 责怪埋怨的意思 这是被关 被关的责怪 来埋怨 处罚的意思 跟横观会是一样的 在众的其门 从此数 这从也是有人写 然后求其 吉氏 也虚名 那求其有人写 欲求 欲求吉氏 然后也虚名有人写意虚空 好 再来 天聪 我们看一下天聪 因为这个文字很简单 我们就不要说明了 天聪星的话 这个 是着虎星嘛 有人说这颗星是露存星 好 天聪星字 子翘 终极之星 五行属木 他是第三颗 第三颗就是正 三正木 主冲动 冲嘛 天聪星的冲动嘛 活药 五力 主动 不力进 那宜 出兵 攻打 报酬 宣战 田径比赛 赛车赛 但不利求财 不宜出行 迁徙 修造 安葬 架取 这比较特 这比较特殊 虽然他是 他是小吉之星 但是他也有 这种不利出行 不利 以洗 不利修造 不利安葬 不利嫁取 这个稍微记一下 Joanna 再来 古替 古曰 假取 安癮 残女金 他不利生产 不利嫁取 那出行迁徙遇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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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修造埋葬也不行,修造埋葬皆不利 然后万般做事 且轻 且 这念 七一恩 轻 轻巡 轻巡是什么意思 轻巡,这个轻巡就是走路心里有顾虑的 不敢前进的样子 走路 走路的时候心里有顾虑 不敢前进的样子 叫做轻巡 所以天聪你要稍微记一下 天聪就是 你要注意他虽然是小级 但是他 不利什么 不利求财出行 迁徙 修造埋葬嫁去 好,再来天虎心 天虎心我们讲他是文曲 无曲 但是有人讲他是文曲 至子亲 上己之心 五行属木 因为他是 第四个 世讯那边 五行属木 那祖户贵 文武双全 胡寿显现 名利皆宜 宜求财求贵求寿 商骨买卖 开张立事 上官 任子 迁徙 入宅 诸事 亨通 事迹皆宜 有疾无凶 这一颗天虎心 就是完全都挤的 没有凶的 好 好,那刚刚那个 刚刚的天充 那个旺帅 没有讲 天充的话是 银卯月旺 四五月是向 亥子月修 承虚丑未 死 生有月 求 天虎心 也是一样 天虎心属木 跟天充属木 所以 旺帅是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他古曰这边 他说天虎之心 远行良 适而远行 那埋葬起照 虎天长 埋葬起照也都可以 那虎天长 天 有人写真啦 虎真长 一样的 再来 上官千禧皆吉利 喜意 人才万事仓 最后一句有人写说 人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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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喜 百事仓 这也一样啦 差不多啦 那再来下一个是天晴 第五个天晴 那天晴的话 就是连针嘛 这颗心就没有争议啦 这颗心大家讲是连针啦 智子宫 丧己之心 五行属土 因为他在五皇的位置嘛 宜求财 求福 求寿 新官上任 策划 赏功 用谋不战 敌人 为福 就是说你去跟他打仗 甚至不用 不用 不用战争 他敌人就屈服了 然后以喜 嫁取 好 那他的旺衰 同那个天润 因为他属土嘛 所以跟天润一样 好那我们看古曰这边 天晴远行 偏 偏利 那这个仪利有人写得利 然后做股行商 皆称义 就是这个 做股行商就是不管你是 开店的 在坐在那个 店里面的或是到外面去买卖的都很好 然后投业贵人 两亿怀 这两有人写巨 巨亿怀 一样啦 然后更坚 更坚罩障 接封税 那这句有人写说 修罩埋葬 其实都一样意思啦 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版本 修罩埋葬 都封玉 再来是天心 天心 那天心的话 我们这一排是讲文曲有人讲舞曲 字子香 上吉之心 五行属金 因为他第六个 在钱 钱金 主正义 贵气 健康 福寿 宜 治病 求医 和药 攻击 铲除二势力 用兵 秋冬 得地大胜 春夏不利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金 他是 生有是旺 生有越旺 派子越是相 所以 秋冬 这都没有错 秋冬大利 然后春夏 他是 陈虚所谓是修嘛 那银卯是死 伍是 求 所以 春夏不利 若和生门 不论世纪 财力百倍 真天福寿 诸事皆己 他说你如果遇到生门的话 就不用管他 忘衰 不论世纪嘛 不管春夏秋冬 都是好的 是的 事实上我们本来就没有在管他的忘衰